崔永元被压?冯小刚?刘振云等密会张国立? 崔永元可能已经被压下去了,因为背后牵扯的利益集团太过庞大,崔永元一人之力,在庞大的资本面前,还是不能力挽狂澜。 值得注意的是,崔永元这次并不是孤军奋斗,虽然影响有限,但袁立仍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崔永元的女演员。 袁立在今年已经已一比百过一次,可能他此时很明白崔永元内心的感受,对崔永元的支持,对背后抹黑崔永元集团的抨击十足有力。 但双犬难敌四手,何况不只是四手呢?现在已经有大事化小,消失化了的趋势了。 近日,又有媒体曝光,冯小刚,刘振云等人夜会张国立的照片。 几人夜黑风高,航水匆忙。这样的会面显得很不正式,也不正常。 一般明星们哪个见面不得风风光光,发个微博吸引一波粉丝们的眼球呢? 除非是男女私会,做见不得人的事。 张国立的这身行头,像极了民国时期的江湖大佬,又像解放初期的国民特务。 这几人在黑暗中的碰面不由地引发网友们的猜测与争议。 让人看了感觉背后发凉。 在综艺里暖心幽默的国立大叔,竟会有这样的黑暗面。 而之后崔永元最新的微博也不再继续炮轰娱乐圈不公黑幕,只是发了个青岛峰会的政治性的微博。